今天又回到國內 我們來關心明年的總統代算 過關現在關心哪北合 關問題的辦公室是提出說用專民調來決定進選 他也說要討論就要討論真正做得到的 那是要協商專民調 這樣相逢就能記民 不過好優位辦公室的執行長已經補充是因為 民眾黨太過的共識哪北合不是贏的專業 要有存給 那現在過台民的定義是因為說 電動因爲他們跟民眾黨要合作的空間比較大 國民黨 順利 國民黨 順利 重啟總統代算 國民黨好優位到新專業在作成 不過如果要離出回政會一直都沒有比較多時間 好優位定義 但是如果要離出回政會建議方案 民眾黨關問題定義是提出專民調兩方案 官辦公要討論專民調選方會當記民 不過好辦公條 希望坐下來說中好的方案 如果要討論就是要討論可具體可行的 可行的 可行的 那也很謝謝金執行長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也真的很辛苦了 我真的是感到很意外 因為我們不是在要打淘汰賽 我們是應該是合作起來組成一個聯隊 對共同努力推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責中方案 各辦人方案 阿安 比較國民黨 理工理工總統籌算方式 用對比和貨比地形 留在過台上 美安 比較民進黨 理工理工總統籌算方式 用順對比式民調 好辦是等著三個月六方式 希望兩天回答 討論民調籌算 跟開後設民主総選的中方方案 費用各出一半到方北方設 相方都有延期 如果要怎麼合要更有變色 但是團出繼續重視聯數的貴台面 由於跟各地形的協商 過各合 貴台面辦公室表示 未來跟民進黨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間 我心中非常清楚 團結是甚遠的唯一方程式 在那間下也有條件 另外一邊民進黨多少錢出色 大巴胖幾點 發聲要將台灣搭造經濟度 我希望未來我能夠結合台灣社會各界 各行各業 共同打造台灣在經濟上成為日不落國 六千塊要出席台灣 美國上海外東 說到接種理念 要繼續有關關情 記者總括報告